大家好,我是小妍 这个季节正是南瓜最嫩的时候 做起来呢,口感也比较好吃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南瓜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做法 炒出来清爽解腻不出水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把洗干净的南瓜去地 再改刀切成不要太厚的薄片 再切成竖条 切好以后,煎放进大盆里 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另外再准备几个这样的新鲜的馅子 如果要烹饪的话,我们要选择果肉硬一点的 从中间对半划开 把里面的馅核去掉 然后把馅子切成薄片 再切成竖条 切好以后,放进盘子里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 把大蒜拍碎 再改刀把大蒜切得碎一点 切好以后备用 再可以看一下南瓜里腌出了很多水分 现在要把南瓜丝挤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切好以后放进盆里备用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蒜末倒入锅中炒香 然后倒入杏子 翻炒均匀 翻炒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放入南瓜 继续翻炒均匀 里面倒入一勺生抽 如果感觉太淡的话 可以再放入少量的食盐 翻炒均匀 南瓜非常嫩,很好炒熟 炒至杏子和南瓜炖生 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美味鸡成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餐桌上可以炖上一盘这样的炒素菜 开胃又解腻 而且这样炒出来 南瓜也不会出水 做法简单又好吃 如果你喜欢 就给家人吃着做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